俄罗斯由于外交手段非常强硬,很多国家都不敢轻易招惹俄罗斯,但是却有这样一个小国家敢于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自克制海峡事件爆发后,原本和这件事没有关系的立陶宛首先站了出来,声援乌克兰,现实计划禁止扣押乌克兰军舰的俄罗斯安全部队成员入境。 很快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也向立陶宛发出警告,任何对俄罗斯的制裁都会遭到反击,这次依然不例外。 立陶宛女总统达里亚·格里包斯坦特依然态度强硬,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为其提供更多的弹药和军事资源。 然而尴尬的是,在立陶宛发生之后,还没有国家愿意站到俄罗斯的对立面,乌克兰同时又在呼吁西方国家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希望北约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但这么卖力换来的却是英国网络战支援部队和美国象征性的军事援助。 立陶宛这个国内的天然气都需要依靠俄罗斯出口,居然还有能力叫嚣对俄罗斯的制裁。 最终欧盟等西方国家并没有就俄乌海上冲突,对乌克兰实施新制裁,他们只是表示象征性的舆论支持,看来是都不想去招惹俄罗斯。 立陶宛这种自讨没趣的行为将会为他们带来严重的后果, 没事去惹俄罗斯干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